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约翰一书 是使徒约翰 快一百岁的时候 而写的 一封违信 两千年前已经有违信了 而且 违信的内容 是有骨有肉有血 非常非常的 具体实际 可行的 一个建议 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跟大家思想 百岁老人 写为信 谈真理 请把大纲打出来 大家说百岁老人 写为信谈真理 百岁老人 写为信谈真理 他是 被称为约翰二书 约翰 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当年他正在海边 补瓦的时候 耶稣就呼召他来跟随主 而且应许他得人如得鱼 大家也想到 约翰他性格是火爆浪子 耶稣为他取名 绰号叫做什么 半尼奇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雷子 哇一发起脾气来 一讲起话来像打雷一样 所以他的口气啊声音可能很大很大 不是属于那种轻声细语甜言蜜语型的 而是属于哇那个是 争气十足 然后声音特大的 所以约翰呢 更特别的是 他是耶稣基督的表弟 大家说表弟 表弟 所以他跟耶稣基督 有血缘的关系 那约翰他的家庭 可能也相当相当的富有 因为他不但有船 而且有房子 有故宫 而且他跟当时的大祭司 还非常熟视 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耶稣基督在十二个门徒当中 特别面对彼得的时候来说 约翰他是会长寿 会寿终正寝 所以十二个使徒当中 由大士自杀上吊而死 其他使徒几乎是被折磨的 为主殉道而死 那只有约翰这位使徒 是盟主特别恩典 一直活到几岁啊 活到几岁 我说百岁老人啊 活到将近一百岁 然后才被主接去移民天国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约翰二书 全章总共有十三节的经文 很短很短 所以我称他叫做违信 因为他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短的一卷书 最短的一卷书 那约翰他在新约圣经当中总共写了五本书 今天你就可以听完一本书了 什么书 约翰二书 你看时间短短 你就读完了听完了一本书 约翰他总共写了约翰福音 又写了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 又写了启示录 所以总共写了几本书 五本书 约翰福音强调信 强调信心 要信耶稣是基督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强调要如何呢 要爱 大家说爱 一个当年曾经面对撒玛利亚村庄 不接待耶稣 而要祷告求上帝降下天火 把这些村庄的百姓都BBQ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在百岁老龄的时候 再三叮咛主妇 他所认识的众教会众弟兄姐妹们要如何 要爱 彼此相爱 大家说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一个百岁老人了 他的确知道 只有爱是永不止息 一切都要过去 每一次飞机失事 每一次在断气之前 很多很多人在手机打电话 或发微信的时候 留下的一句话 大家说是什么话 我爱你 我爱你 很特别 很特别 可是呢 彼此都很健康强壮的时候 常常会互相指责说 我恨你 都是你害的 可是为什么在断气之前 哇 神恩代 人 还能够说出一些 真正该说的人话来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 约翰福音强调信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强调爱 启示录强调什么呢 自然而然信 忘爱 所以你看看 这个宝贝的使徒约翰呢 把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三个标志 全然写在他的文稿当中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很多的人 你刚上教会 初信耶稣 最好读哪一卷书开始啊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因为约翰福音实在 越读就越有亮光 越读就越有味道 越读就读到你的内心深处去了 如果你在愿意读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弯的更棒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渴望费爱 那一个长大 一个成熟的人的特别的特征呢 就是会去爱人 跟你旁边讲要爱人 爱人 如果你单单渴望被爱 而不去爱人 你的生命也不能真正的完全的满足 而且当你去把爱给别人的时候 你知道你那种满足有多喜乐吗 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 什么喜乐 大喜乐 你今天种乐透很喜乐 可是那个喜乐呢 是快来快去 根据统计 种乐透的人 他们都死于非命 而且死得很惨 因为他们就完全放纵自己 吃喝飘毒 乱扒乱用 结果反而不能够让他 和家幸福喜乐满意 反而促成他 早一点断气死亡 说何等何等的悲惨 所以求求帮助我们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才有真正的喜乐 才有永远的喜乐 才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哈利路亚 来请把大纲打出来哈 约翰二叔 感谢神 短短的十三节经文 我们要找出三个大纲 六个重点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 也实在做不到 因为要根据 所有圣经的内容 来找出重点 分出大纲 然后让我和大家 有逻辑 有记忆 有启示 有亮光 最后还具体可行的应用 来我们先来祷告 主我们能够读约翰二书 是你特别的恩典 求主真理的圣灵 此此此刻特别 保守我们的心 训慰我们 引导我们 进入真理 让我们明白 什么是真理 为什么要遵循真理呢 到底该如何遵循真理 求主帮助如此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来第一个讲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真理就是事实跟真相 大家说 事实跟真相 真理是不能妥协的 是不能抹杀的 一加一等于二是什么 是在数学上的真理 是在数学上的真理 我姓和 叫智平 这是什么 这是在称呼上的 辨别上的一个真理 你不能讲说 既然是称呼 既然是一个记号 那你呢 今天叫和智平 明天叫张智平 后天叫毕智平 变来变去 你说这样的一个没有立场 没有原则 是合乎圣经真理吗 不是的 所以真理呢 是不能改变的 真理是放出四海而皆准的 真理是一个事实跟真相 举例子 日本的确有南京大屠杀 多少人 几十万人 三十万人 我们爸爸妈妈的那一代 他的妈妈是南京人 那时候还小 即使亲眼目睹 可能也不明究竟 可是他 我们师母的妈妈的长辈们 你说 可能就亲眼目睹 甚至好多好多的家属跟亲友 就被日本人给屠杀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和真相 可是日本的教科书 已经做 怎么样的调整 已经三改 已经除去这一段 军国的侵略的真相和事实 你说 这种是不可抹杀的 不可忽略的 因为这是历史 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呢 因为圣经就是犹太人的历史 他没有经过任何的 就是穿着附会或任何的三改掩饰 以色列国最有名的最被尊重的大卫王 竟然强奸 别人老婆 然后杀死别人丈夫 就我们中华民族 要写史书来讲的话 或是 那些皇帝在批准你 要不要把你所写的历史 攻读于是的时候呢 如果看到 你把咱们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国王 他的私生活 不小心造成的丑闻 你要把他写在历史书上 最后变成教科书 请问中华民族 会如何 把这段故事怎么样 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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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千百万个理由说 这是为了要光中要主 这是为了要感化天下 可是呢 圣经是上帝的历史 是上帝所写的书 所以 上帝在启示感动人来替上帝写书 写历史的时候呢 大卫王强奸别人老婆 大卫王谋杀别人丈夫 这是事实 这是真相 请问上帝会删掉吗 会谋杀吗 不会的 上帝不会做的 因为上帝是真理 上帝是真实的 上帝是实权实美 绝对没有任何的谎言和欺骗 在上帝的光当中 丝毫没有黑暗的影儿 这叫做历史 这叫做真相 好 我们再讲一个 那请问 在三百多年前 连罗马教皇都认为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啊 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 天圆地方 看到天 为什么圆呢 月亮是圆的 太阳是圆的 那地球呢 就是方的 所以我们叫天圆地方 那其实 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呢 地球是圆的 那现在你可以用无人机 你现在可以用各种的人造卫星 你可以百分之百 绝对确实知道地球是圆的 和三百年前 没有这样的一个科技 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器 那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感谢上帝圣经里面 在三千五百年前 就告诉我们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 地球是圆的 而且告诉我们 神把地球悬在太空当中 哦 神知道 他是用地稀引力 是用太阳引力 是用宇宙引力 把所有的星辰悬在太空当中 这是真理 可是呢 哥白尼加利略 当初他们根据圣经的真理 找出这样的事实 跟真相之后呢 竟然被教皇迫害 因为 教皇认为 你们这些科学家 雕丑小记 竟然说 地球是中心 竟然说太阳是中心 因为 科学家最后 觉得是太阳中心说 我们在太阳系 是 所有行星 绕着太阳转 而不是像我们 目前用眼睛观察 头脑思想的事 太阳从东边出来 西边下去 所以太阳绕着地球转 懂吧 所以 当初教皇 解释错误 还要 残酷的 来杀死 这些科学家 所以 这是 一个非常非常 错误的 错误的 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 晓得 圣经 是真理 大家说 圣经是真理 圣经是真理 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每一章 每一节 每一句 每一字 大家说 都是事实真相 都是事实真相 圣经所启示的 各个原则和立场 都是真理 都是事实 都是必须要真行的 所以 什么是真理呢 大家在说 事实和真相 是真理 事实和真相 是真理 那原则和立场 是真理 原则和立场 是真理 可是话说回来呀 同样一本圣经 却产生了各中 各派 各门 各户 昨天师母在讲道当中 有特别提到说 单单基督信仰的圈圈之内 碰到救恩论 吵架吵了一两千年 到目前末中一世 昨天大家有来的举手 我虽然昨天没有来 我每天都在听 大家敬拜赞美 每天都在听 师母讲道 同样的 如果我们成为教会同工 万一你礼拜天 有特别紧急事故 不能来教会的话呢 你要不要听牧师讲道 以前可怜啊 又没有卡带 又没有CD 又没有网站 怎么去听牧师讲道啊 那现在呢 你可以一上网 就听牧师讲道了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 教会的同工 不管是资深的 还是决策的 还是执行的 还是投票的同工 你必须要了解 牧师师母在讲什么 神对这个教会 目前的代理是什么 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你才有资格来开同工会 不然你没有资格开 你所开的是你的仁义血气 是自己的意见 和世俗的看法 所以我 知道自己的状况 那我呢 要把握时间 听 每天师母在讲什么 要听 你们敬拜赞美 唱什么歌 祷告一些什么内容 所以昨天师母讲道说 基督教里面 单单救恩的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议题 救 吵不完 吵不完 那单单救 千禧年国 到底是前千禧年国 还是后千禧年国 还是无千禧年国 吵闹不休 单单被 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还有灾后被提 吵闹不休 各持己见 而且都认为自己是真理 对方是谬论 自己得到的启示 是百分之百上帝的感动 和我完美的研究的成果 别人呢 都是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 哎呀 求主灵敏 基督徒啊 基督徒啊 竟然都不容若千悲 所以 什么是真理呢 在圣经的真理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 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有绝对真理 和相对真理 大家说 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 什么是绝对真理呢 一般可以用 我们使徒信经 所总结的精华内容 当作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原则和立场 那个是绝对真理 大家说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 比方说 除耶稣之外 别无拯救 这是什么真理 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 也不可以讲说 哎呀 信菩萨也得救 哎呀 这个拜婚也得救 哎呀 这个信马祖也得救 他得救的 哎呀 只要做好事做好人就得救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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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绝对真理是什么 你不过 你如果不认罪悔改 不信救主耶稣基督 就无法重生 无法得救 这是绝对真理 这是原则立场 不容许忽略 不容许妥协 好 比方说 我们马上要受洗了 那我们过去受洗呢 因为场地的限制 所以我们就和牧师就从这个 圣灵当中 圣器灵当中 拿一点水 然后抹在头上 那我们这次受洗啊 神的恩典是 我们有一个 敬礼池啊 你整个人 一进到水池 然后呢 只剩下头了 只剩下头了 你很容易就 怎么样 就躺下去 那你晓得吗 单单是 受洗的方式 要进水呢 还是点水 还是洒水 教会界呢 也是各式基建 连进水 进水都觉得说 到底是前面躺下去 还是后面躺下去 还是右边躺下去 左边躺下去 才是耶稣的 模式呢 圣经有没有讲 没有 都没有清楚讲嘛 所以没有清楚讲的 叫做什么真理 叫相对真理 因实 因地 因人而义 一个人 对不对 在医院的急诊室 快要断气了 且牧师师母去跟他传福 因为他祷告 他终于 手动了一下 表示愿意行耶稣 请问 可以把他丢到 进水池去吗 请问 可以把他带到 约旦河去吗 不能嘛 那强盗 强盗 请问有没有受洗啊 没有 强盗 请问 他得救了吗 得救了 那强盗没有受洗就得救 教会界 连这个议题 有很大很大的争论 为什么呢 他说 如果你没有受洗 就不能得救 因为圣经也说 你若不从水和圣明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嘛 所以那个水很明显的就是受洗吧 所以你没受洗就不能得救 那请问强盗受洗了吗 没有受洗嘛 所以关于这些来讲的话呢 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要或不要 这叫做什么真理 相对真理 相对的 你不要把它绝对化 个人性的经历 你要不要把它成为普遍性的原则 你一定要有我的经验 你才得救 才证明你重生 No 神造人 怎么样 都有不同的差异 都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们要感叹神是那么的丰富 那么的奥秘 而赞叛神的美妙 奇灾大灾 所以什么叫真理呢 大家说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 原则立场 原则立场 好 时间关系我们来讲 第二个 为什么要遵循真理呢 约翰写约翰二书 几岁了 一百岁的老人 那请问他的学历阅历经历 有没有分量 有 不听老人话 吃亏在眼前 何况老约翰 不但是有地上的学历阅历经历 有没有天上的学历阅历经历啊 有 他有属世的 有属灵的 有肉体的 有灵魂的 所以他吃的盐巴是比你吃的米饭多多 他过的桥是比你走的路多多 那他在快许之前 留下来的知字片语 是不是自知足迹 句句真言 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听 要 你听了之后要怎么样 要听 听了就忘吗 听了就批判他吗 鸡蛋挑骨头 然后鱼肉专早吃 所以感谢何牧师 你知道吗 何牧师从每一卷圣经当中 都可以找出三个重点 容易吗 跟你讲非常非常难 好多很有名的神学教授 这个著作等生 他在创世纪啊 在罗马书也只有找两个重点 可是何牧师蒙神而言 的确找三个重点 而且是太棒太棒的三个重点 完全有逻辑的 有真理的 有启示有亮光的 所以感谢神 为什么要遵循真理呢 我就从约翰二书 神给约翰的这些文字 而找出 为什么要遵循真理呢 很简单 A是真理永存 大家说 真理永存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一切的名利全色 荣华富贵 深色全麻 都要如何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Google会过去 我跟你保证 Google有一天会不见 百度会过去 也许二十年百度就没有了 苹果会不会过去 苹果 不知道还可以充几年 阿里巴巴会不会过去 会 所以这些大公司 每一个大学毕业生 都渴望进去的大公司 每一个父母亲 都渴望你的儿女 能够进去的大公司 这些公司呢 都会过去 那你说 连曾经叱咤风云的 这个 所向皮米的 亚历三大 亚历三大 33岁 就统治 欧 亚 非 三宗 而且 亚历三大 不单单是 军事政治的奇才 更是文化 和建设的天才 亚历三大 亚历三大 是很有文化 很文明的人 因为亚历三大的老师 是谁呢 是 柏拉图 大家说柏拉图 柏拉图 大家知道柏拉图是谁吗 苏格拉图 柏拉图 亚历四多德 是希腊的三大 哲学家 就跟咱们 中国的一样 老子 孔子 孟子 同等地位 所以 亚历三大 是很有文化的人 他不是 只会打仗的老初 他是很有哲学 甚至 常常在思考人生 思考宇宙 过去现在未来 的轨道 如何的一个伟人 可是呢 亚历三大 如今 安在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要来数 历史当中的多少 风云人物 如今安在 但是感谢神 神所创造的真理 加上神本身自己 就是真理 请问 是不是永存的 是永存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遵循真理呢 因为 真理永存 你遵循真理 你所行的点点滴滴 就有永存的价值 意义 就有存在的 这个目标跟方向 所以 你要遵循真理 大家说 因为真理永存 因为真理永存 你知道吗 神用几天 创造天地万物 那你们认为 这个一个礼拜 有七天 人类历史 有很多很多的 专制 霸诚的人 想要把 一周 变成五天 变成六天 变成八天 变成十天 因为各有利弊 各种考量 都思想过 都去推动过 可是 一周七天的 这种原则立场 这样的一个真理呢 为什么可以从 创造直到如今 一直不改变呢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帝所定的 一个事实跟真相 原则跟立场 所以上帝所定的 都是如何 都是真理 都是永存的 那七天当中 有蛮多人认为说是 第六天 上帝用泥土造人的时候 是高潮 其实啊 七天当中最高潮是哪一天 最高潮是 是第七天安息日 是圣日 是蒙福的 是上帝特别定的 上帝特别赐福的日子 这个日子 才是真的高潮 你们晓得吗 可是这样的一个 最重要的 与神亲密 与主合一的一个 属于特别兴奋 特别高潮的日子 却是我们目前 最最最忽略的日子 礼拜天 只要有功可做 请问大家来聚会吗 哎呀我要上班啊 我要工作呀 礼拜天生意好 礼拜天小费多 所以 一个 是上帝最看重的 最纪念的 最重视的 最赐福的日子 结果 我们都被 撒旦魔鬼忽悠 欺骗愚弄的 把礼拜天当做什么 当做shopping的日子 当做睡觉的日子 当做什么 当做全家一起去 野餐 一起去踏群的日子 哎呀求助人民 所以 七日的第一日 后来 又因着耶稣基督 在这一日 走出坟墓 推灭死亡 成为一个 庆祝 耶稣 复活的 一个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一个日子 所以 从耶稣 使徒 行传之后 基督信仰 就不再守 安息日 而变成守什么日了 守主日 主日是庆祝 耶稣复活的主日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日呢 是一直涌存 一直涌存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可是呢 在灵界当中 被 被天使掌 就是忽悠的天使 总共有三分之一 天使掌本来是智慧充足 无所不备 全然美丽 文武 双全 可是天使掌看到 当上帝是 这么的威严荣耀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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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帝是这么的神器 十足 结果天使掌就想要 串未夺权 把自己变成上帝 来让众天使 来敬拜他 但是上帝的创造密码是 独特的是神力的 任何受造物是不可能去偷窃 或去 或去创改 或 盗取的 可是天使掌呢 他 就盗取密码 转基因 把自己 转成了 造成了 成了 走 走火 成魔 所以 魔鬼是 怎么来的 魔鬼不是上帝造的 魔鬼是天使掌 把自己 造成一个 专门和真理相对的 大魔头 上帝是真理 魔鬼是什么 就是邪说 就是妙论 就是歪理 一大堆的道理 真理就是一个 道理千千万万种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哎呀 怎么样 秀才遇到兵 有理讲不清啊 所以道理 歪理 谬论 哎呀 比心心还多 而真理呢 就一个 有一对夫妻结婚七十周年 然后好多好多朋友啊 记者来采访她说 哎 这个 老先生啊 老太太啊 你们结婚七十周年的秘诀 恩爱幸福的秘诀是什么 就问这个老太太说 请问你的先生 你跟他相处七十年 他有没有缺点啊 你知道吗 这个老太太怎么回答 她说 我的先生的缺点呢 是比心心还要多 数不完 那你还能够跟他相处在一起七十年啊 老太太说 因为每一次太阳一出来 星星就不见了 你看 所以 他只看见老先生只有一个优点 可是那个优点是什么呢 就像太阳一样 他扩大这个太阳的正能量 他享受这个太阳的正功能 他完全忽略了他先生从小到大 点点滴滴 那么多的缺点缺点缺点 所以求求观众我们 撒旦魔鬼呢 你知道吗 他知道上帝的真理 结果他就跟上帝如何 就敌对 来一个邪说谬论歪理 他知道上帝是爱 撒旦魔鬼就来一个什么 我就来一个仇恨 对立敌视 撒旦魔鬼也知道 上帝是光明 上帝是光明 撒旦魔鬼来一个什么 又来一个黑暗 撒旦魔鬼也知道 上帝是良善 撒旦魔鬼来一个什么 我就是邪恶 撒旦魔鬼也知道 上帝是全然美丽 撒旦魔鬼也知道 撒旦魔鬼也来一个什么 全然的丑肉 哎呀 我们从小到大 如果老师叫你画魔鬼 你会把魔鬼画成啥样子啊 真灵恐怖令人讨厌 你会把魔鬼画成像我们秋雁那么美丽吗 画成美音这么美丽吗 画成我们这个小灵这么美丽吗 对不对 所以 真理是永存的 结果撒旦魔鬼呢 也要仿造上帝的永存性 让自己永存 你说可能吗 不可能 你受造物就是受造物 你要服全比 你受造物就不能够变成造物主 你虽然是受造物 你可以有创造性 人有创造性 蜜蜂 它得着神的恩赐就是会造蜂窝 蜘蛛 得着神的恩赐就是会造蜘蛛 蜘蛛啊 会不会造蜂窝 那蜜蜂 会不会造蜂窝 可是我们人啊 有创造性 人会造蜂窝 对不对 人会不会造蜘蛛 我目前的曼哈顿不是多了一个 一个纽约地标 是什么大厦 就蜂窝大厦 对不对 大家去看了没有 我心想去看没去看 整个结构造型就是蜜蜂的蜂窝 所以人不能飞 可是人呢可以造飞机 人不能够一直在水里面生活 所以人可以造潜水体 所以人呢有创造性 可是你人有创造性 你必须要服在谁的权品下面啊 造物主的权品下面 你不然想说我是上帝 你是上帝吗 请问你能活几岁 上帝是活的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问你能活几岁 你只能梦想 让那些你的宰相啊 来歌颂永代说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万岁了吗 你还活不到一百岁就死了 中国的历代皇帝平均寿命是几岁 大家知道吗 好不好我们去Google一下 中国历代皇帝平均寿命是几岁 可能只有三十几岁 所以非常非常可怜 所以求是关注我们 上帝是永存的 任何受造物都不是永存的 包括时间空间都不是永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是被造的 空间是被造的 所以时间有一天会结束 对不对 空间有一天会结束 对不对 空间目前告诉我们继续膨胀 膨胀膨胀 大无其万 到底它的边际在哪里 没有人晓得 但是根据神学 根据圣经的真理 空间会结束 但是新天新地是永存的 是永存的 所以那个新天 那个新地呢 是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也没有那里 这里